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一下 重力未能的一般形式 前面我们说 重力未能它就是 重力做工的另外一种 观点 重力如果做正工 比如说往下掉 物体往下的时候 重力位移往下 重力做正工 但是你可以用另外一种观点来说 它其实是重力未能释放出来 那反过来说 如果物体往上升 但重力却往下 那重力是做什么工 做副工 因为它的方向跟位移相反 但是你可以用另外一种观点说 重力未能储存起来了 那所以我们之前就有写这样的一个 关系表达式 重力的做工就是副的 重力未能变化 那还有啊 重力的做工就是可以看成是重力 那去呈上它的位移 位移通常就是高度啊 这样子 所以我们当初就会定义说 重力未能其实就是NG乘上高度差 那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一个 一个人 然后他往上爬 往上爬了一层楼 往上爬一层楼 那他就有一个力量去抵抗他的重力 我们可以这样画 他本身有收到一个重力 NG 那他自己 自己往下踩 然后给自己一个反作用力 那爬上楼 爬上楼以后他的重力未能 假如说他上升了H 那我们就知道重力未能就是 NGH 他所提升的重力未能就是NGH 前面加了一个三角形式代表变化 他重力未能增加量就是NGH 可是今天如果他不是在 就是说今天如果这个H 就只有一层楼两层楼 就比如说10公尺啊 甚至是一两公里 三公里 其实这个重量都不太会改变 对不对 各位想象一下 如果你爬山爬爬爬爬的很高 那你的体重会不会变 你受到的地心引力重力会不会变 可能还是不会啦 你如果带了一个体重计去爬山 然后你在山顶称一下体重 可能还是跟你在平地上是一样的 但是各位都知道 离地球越远的话 重力会怎么样 会越来越弱哦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离地球很远很远 比如说是 到了某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 已经带外太空了 人造卫星在这边 假如说我们真的有一个阶梯 可以延伸到外太空 那这个人爬到这边了以后 他所提升的重力未能 会不会还是NGH 他如果在地球上的时候 他受到的重力是NG 那他爬到最上面的时候 他受到的重力还会是NG吗 会比NG还要大还是小呢 会比较小啊 因为他这边的 受到的地心领地就弱了 那这样的话 你的重力未能增加量 你写说是NGH也不对 而且说是NGPRIH也不对啊 PRI的意思是后来的这个重力差 那到底要怎么来表达后来的这个重力未能呢 因为事实上 这个重力他就是会随着高度距离而变弱嘛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便利做工的问题 实际上重力是随着距离而减弱的啊 所以呢 今天他就是一个便利做工 那我们其实在1-2 还是2-1的部分 其实有讲到便利做工要怎么办 那便利做工的话就必须要画Fx图才可以算做工 那去算这个Fx图的面积 代表做工 这个部分如果不了解不熟悉 请回去看2-1 所以我们做了前沿介绍 其实重力他会随着距离而减弱 在他还没有很剧烈的变化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固定的值 就像我们在地球上爬爬爬爬到圣母峰的高度 其实体重都不会减轻太多 但是如果你升到像人造卫星这么高的地方 体重瘦的重力就会减弱蛮多的 所以他重力未能就不再是ngh 而是必须要画Fx图来算面积 那这个Fx图画出来就一直长这样 我们今天重轴是外力 然后我们让他大小等于重力 就像是我们把走楼梯 我们会提供一个外力 我们会被地板的反作用力往上推 才可以把人推起来 抵抗这个重力 让我们可以爬上楼梯 所以我们今天用一个 大小刚好跟重量一样大的外力 来把一个物体抬高 那这个外力就会跟重力一样大 那它的形状就会是随着距离越来越远 越来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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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距离这时候我们就用R 然后重轴就是外力 外力 这一条线 这个曲线 它的函数 就是重力 外有引力定律的函数 所以你看它这个R如果越大的话 是不是这个F就会越来越小 它是一个 这种曲线的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算算面积 用面积来算这个重力位能 那首先我们稍微的把这张图稍微的修正一下 假如说我们现在是从R1的地方 把一个东西抬高 就是从R1的地方把它抬到R2好了 把一个东西用一个外力去抵抗它的重量 然后把它抬高 它的重量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用一个外力去把它往上抬 好 那从R1抬到R2 它就会是长这样子 R1对到的力量大小就是F1 R2对到的力量大小就是F2 那从R1拉到R2 我们的做工就应该会是这块面积 就是这块面积 我们画一下 好 可是这块面积你会看得出来 它其实是一个不规则的 不是一种多边形 它是有一个曲线的 一个弧线的 这种面积怎么算啊 就没有通式啊 没有通式可以算这个面积啊 而且再说 如果我们今天再进一步的 把物体再拉到高一点 到R3 我们拉到高一点再到R3的时候 那新的那块面积 也是一样 就跟R1到R2 又长不一样啊 这蓝色的面积 是从R2拉到R3 所做的工 所增加的重力未能 那结果这两个都没有 相似型 它不像我们的弹性未能 有那个三角形 的那个面积 2分之1可以X10平方 但是这里没有啊 这个红色和蓝色的 并没有相似型啊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怎么找出一个通式呢 其实可以这样子 我们可以用 从R1 直接 先算到无穷远处 从R1 直接算到无穷远处 那这个红色好像有点不清楚 我们用个比较显眼的绿色好了 这个从R1呢 直接一直拉拉拉 把这个物体抬高抬高 一直抬高到无穷远处 到无穷远处 那到无穷远处的做工呢 就会是 绿色那块底下的面积 就是我们从R1 直接把它抬高 抬到无穷远 我们这里可能要 先稍微的 整理一下 抬到无穷远处 那抬到无穷远处以后 我们的 绿色这块的面积啊 它其实还是没有办法直接算出来 因为它是一个 歪歪然后又有曲线的形状 这我们没有 用高中的数学呢 比较难算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也会 直接告诉各位 这块面积 它其实就是 多少 它是从底下R1 开始到无穷远 那这块面积 其实就会是 大G大M小M 去除以R1 大G大M小M 去除以R1 这就是这块面积啊 那就是代表它 从R1 抬高抬到无穷远处 它的 增加的重力未能 然后接下来第二步是 我们找一个比较 比较好看的 明显的颜色 第二步是 从R2 做一样的事情 这个颜色不明显 从R2 做一样的事 直接从R2 一直 一直一直一直 一直拉拉拉 拉到无穷远 意思就是说 从R2这边 拉抬高抬高抬高 抬到无穷远处 这样 那这时候 它所做的功 所提升的重力未能 就会是这块橘色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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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这个绿色 应该也要画 画底部 从R2 把物体抬高到无穷远去 它的形状也会长这样 好 那么这一次是从R2开始的 然后到无穷远 那这块面积 它也会是 大G 大M 小M 然后除以R2 这样子 一来你就会发现说 这两个形状虽然奇怪 但是它们却是有相似的 对不对 它们是相似型 而且它们的公式 结果长相是一样 都是R分之GM 都是R分之GM 那这样我们就找出通试 我们就找出通试 那我们想要的 这块红色的面积 我们想要的这块红色的面积 不就是把蓝色的 不就是把绿色这块 去剪掉橘色这块吗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 重力未能的一个精神 我们是直接算到无穷远处 直接把东西抬高到无穷远处 那它这样的话 重力的做工 会是长有一个 长相会是一个通试 从R1提升到无穷远处 它的重力做工就是这么多 重力未能就提升这么多 那从R2提升到无穷远处 重力未能就增加这么多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 从R1到R2的重力未能 提升多少 那就用绿色这块 去剪掉橘色这块吧 好 那这样我们可以 其实可以写成这样 从U 从这个R1到无穷远处 所增加的未能 就是R1分之GM 而从R2到无穷远处的未能 所增加的未能就是R2分之GM 那接着我们还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个从R1到无穷远 其实就是无穷远处的未能 减去R1处的未能 那从R2到无穷远也一样 我们先稍微改一下 更动一下位置 从R2到无穷远处 所增加的未能 就是用无穷远处的未能 就是用无穷远处的未能 减去R2处的未能 那这么一来又可以移向一下 移向以后就会变成 U1其实就是无穷远处的未能 去减去大G大M小M去除以R1 U2也可以写成无穷远处的未能 减去大G大M小M去除以R2 然后呢 我们所想要知道的 从1到2R1到R2的重力未能怎么办 我们这边刚刚应该要写R1R2 想要知道从R1到R2的重力未能 其实就会是 R2处的重力未能减去R1处的重力未能 这样就是从R1到R2的未能增加量 那结果你会发现 其实就是这两个式子相减 其实就是这两个式子去相减 那其实就是用第二式-3 那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无穷远处的未能 其实就会消掉了 那其实无穷远处的未能会消掉 那既然它会消掉 其实它是什么样的值呢 其实都不重要 相减时 相减的时候啊 就会把这个 无穷远处的未能会消掉 那不如呢 那不如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设为0 这样是比较方便又简洁的 如果我们把无穷远处未能设为0的话 最后你就可以把 R1处的未能 就直接写成负的 大巨大M去除以R1 这个就是重力未能的一般形式 那你再把这个 R1推广到任何一个地方 那就是大巨大M 去除以R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 一开始 我们如果想要算这个便利做工 重力未能的增加量 我们看的是这种红色的面积 或是蓝色这块 但是它却没有通式 没有一个公式解 那怎么办呢 我们想到一个方法就是 直接算到无穷远 就我们直接把物体抬高 抬到无穷远处 那这样子所增加的重力未能 就会是R1分之G大M小M 从R1抬高到无穷远处 增加的重力未能 就是R1分之大巨大M小M 那从R2提高到无穷远处的未能 因为它跟R1的情况是相似型 都是从某个位置到无穷远处 它的形状是类似 所以其实它的公式也是一样 所以从R2提升到无穷远处 增加的重力未能就是R2分之GM 那后面我们就把它写出来说 其实可以看成是无穷远处的未能 减去R2的未能 无穷远处的未能减去R2的未能 这就是它从R到无穷远 所增加的未能 那经过移项 经过移项之后我们得到了 未能R2的未能 它其实是无穷远处的未能 再去减掉R分之GM 那两个未能相减 比如说从R1到R2 增加的未能到底是多少 我们就用R2处的未能 去减掉R1处的未能 结果你会发现相减的时候 这个无穷远处的未能会消掉 那既然它会消掉的话代表它不重要 它可以随意设定 那就令它为零吧 这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的 零未面可任意设定这件事情 这个我们也有曾经提到过 如果不熟悉这个概念 可以去前面的录影去看 那既然我们把无穷远处的未能设为0的话 那最后R处的未能就写成R分之-GM 这样是比较简洁啊 那同学们在这个部分 比较容易会不太习惯的就是 怎么会未能会是负的呢 我们都熟悉NGH NGH不是应该高度越高 那未能应该就要越大 那怎么会是一个负的呢 其实你仔细的去想一下 最远最远 无穷远处的话是0 是0 然后比它还要低 比它还要低的话都是负 对啊 所以这样想是没有错 我们画一下未能的曲线 你就比较可以感受了 稍等一下 我们应该用这个图才对 我们画一下未能随着R的变化 那我们的纵轴是未能 那横轴是R 那你看哦 这个负的R分之-GMN 它就会是一个负的 那R接近于0的时候 它就会是负的很大 然后R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就会负的比较少 到了无穷远处的时候 它就接近于0 所以R1 R2 你可以看到的是R1的未能 的确是比较低啊 对不对 R1的未能 的确是比较低 然后R2的未能比较高 这就有点像是说 以0分为最高分 以0分为最高分 那比它低的都会变成负 这样子的意思 那我们的重力未能一般形式 就是介绍到这边 记得要把这个式子记起来 这就是进阶版的重力未能 那我们切到了 稍微调一下板面好了 这就是我们最后的结果 重力未能的一般形式 负R分之GMM 一旦你不能把重力当成定值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用这个 来算重力未能 什么时候不能把重力 视为定值 那就是 远离地表的时候了 不是在这个 地表附近的时候 比如说星球的运行 能造卫星的运行 发射火箭到外太空 那你都必须要 把重力看成是会改变的 那这么一来 你在算未能的时候 就必须要用这个式子 谢谢大家